习惯是要讲两个话题的 因为承接这两天都介绍了施老板 施老板出现太多了 又叫撤压 又叫停建居屋 大家要留意这些 当然了 我又要很客观做一个 都不是 都见到的了 很客观的了 现在的楼价是不是跌着呢 不只是指施老板 那是不是恶意唱衰呢 没得恶意唱衰 所有成交有价 公开的嘛 所以所有人 他只要不是自己作出来的 那23条都没得踢他 对不对 没得踢他 但是他这些恶意 是不是 就是恶意唱衰 远对抗 是不是 为了业界利益 这些是要坏盘的嘛 以前是没有法律的 第二天23条呢 里面有一样 你蓄意唱衰 政府是可以的 现在就是蓄意唱衰 法官 我整天都唱 善惑意图 公务员 加了什么呢 有人比较过了 23条和现在的事先听 差不多了 但是原来放大了 就抹黑李家超 特区政府 中央政府 一罵了 习近平和 国务院 夏宝龙 习近平 李家超 邓炳强 这些呢 现在比较清楚了 又说你恶意就是了 那没有的 是不是 那一向都可以动的啦 一向都恶意的 恶意就是你说的 是不是 这些事情是冒险的 做评论员 但是他明显不是针对我们这些 容易对付的人 有些人很难对付的嘛 你对付我用了疑绝 明天你出声了 明天就拘捕你 好像顾思耀那样拘捕你 你以为我出不出声 我这么勇吗 没有顾思耀那么勇嘛 顾思耀明痴 山有苦 是不是 我都要比较啦 没得说啦 我老啦 是不是 好了 其实很容易啊 但是不行的嘛 没有了老师指点 也是很不妥 所以老师是继续发挥国台 但是现在有些人 表面就是亲政府啊 但是其实就在抹黑你啊 软对抗啊 他为了业界利益 谁为了业界利益呢 当然啦 施老板的业界当然啦 现在也为自己啦 大量放尾啦 所以施老板努力说 努力要说这个 就是施压 还有呢 不要见谷哥哥 最好就是入市嘛 一日前 这个就要知道了 这个新闻 值得说一说 高位砍价三成才有成接 是错的 他里面说要四成 三成呢 有人看一看而已 现在已经是跌了啦 是错的 劈价三成 新春 是错的 结论又怎样呢 结论就是要折纳了 这样 而出来说就是 这个是中原地产 亚太区 亚太区不是香港 主席 兼主席 副主席兼住宅总裁 陈永杰认为 香港资源 资源需求强劲 但是现在经济差 没钱买楼啦 上车盘表现 为什么呢 又不是啦 根据我局长说 多数九成半是上车盘啦 不是炒啦 是不是啦 当然 斯老板说是要靠炒家 三条支柱嘛 炒家 用家 和什么 投资的啊 投资的人 买楼 当然投资他是买来租啦 但是炒呢 炒就不是拿来租 目的不是拿来租 是拿来炒 这样也要的 但是现在呢 我们常识当然只是建房子给用家 不应该这样啊 拿来做投资工具啦 没钱买啦 估计二月只有三百宗成包 这样呢 二月全个月 一月有四百二十九宗 即是 好像是 前几天看到新闻 整个 我都变了地产专家了 好像几天 整个新年有一届期都是没有零成交的 物业成交力 二月只有三百宗 二月已经过了一半而已 如下的日子就只有两百宗 但是一月有四百二十九宗 即是不见了六成啊 按月减三成 为什么减三成呢 二月全月 现在只有三百宗 是吧 这样呢 不知道了 他的数字啊 这样呢 即是呢 希望减纳 如果减纳呢 三月的成交量会升到五百宗 是吧 那么一月也有四百二十九啦 切了那些都升到五百宗 那有什么大用呢 其实没有的 那么以中价楼豪宅为主 那豪宅不需要你啦 他的例子就是几亿几亿这样的 陈永洁续称 目前楼价已经由高下跌两成半啦 不是三成吗 两成半而已 新楼盘要劈价三成才有买价接货 新盘劈价三成 即是等于居屋价啦 部份高开的新本更加需要劈价四成 销情才有明显改善 即是四成才是正式卖东西 又卖又卖 三成呢 每个都空下空下 就hold住 是吧 举了很多例子 在这个报道里面 新本交 缓环 即是现在2月15号上半月 仅陆只有八十一宗 一手成交 是吧 一月就有二百三十八宗 哇 只剩三成 四成而已 减少66% 创22年3月上半月48宗以来 就是22年3月上半月就是在爆了Omicron 是吧 那时候只有48宗 正常啦 一个月没有也正常啦 对不对 但是今个月呢 就八十一宗 那么呢 业绩人士认为本港机器差 没钱买楼 既然没钱买楼 那你车压都是没钱买楼的 去吧 那怎样面对这件事呢 是吧 即是这个很现实的问题了 让大家看多了 那接回昨天说啦 你是不是大家救施老板的生意呢 所以我们要切辣啦 还是顾着长暖计 任由他啦 我觉得切不切 客观点 冷静点想啦 这样的环境你切了呢 轻轻摸一摸 起起 然后就继续了 那你不如不要动他啦 我想呢 茂波和黄永年都是这样的想法啦 我现在切都是一样 去年切了一桶的啦 十月就切了一桶的啦 夏招就切了一半的啦 继续跌啦 继续跌啦 如果你切完继续跌 这个感觉是不是更恐怖呢 我相信是更恐怖的 是吧 给了最后一桶的药 继续跌啦 继续跌啦 即是没有啦 反而大家想想 跌到什么位置入市啦 大家多些讨论啦 多些各方面数据啦 给客观点的 给客观点的资料啦 例如那个面粉 已经是到了面粉价的时候啦 那你怎么都要给建筑费那些地产商啦 所以呢 大约什么价呢 就是一定 他宁可不做生意都不会买或者起的啦 去到那里呢 大家就开始说这个价好 放心啦 入市啦 是吧 我估计是这样的 这些要有些客观数据 而不是经常说切烂啦 切烂就谷起它 突然间就个个好乐观 哇 升啊升啊 炒家心态嘛 你看些财演 讲股市那些 通常是这样的 我告诉你听 行了啊 得水啊 经常说这些 没有根据的喔 你知道最差格就是这些 但是又没事的喔 是有事的 其实是有事的 证据提报条例 我是专家来的 做事的嘛 虚假消息嘛 有几个局 也有的 一般人没留意的 这样呢 特别是那些财演呢 是规矩又乱说的 但是都没事的 是吧 因为你不可以没有这些人 乱说的人 但是现在楼价又怎样呢 楼价又大嘛 是吧 当然啦 施老板那些 你说他虚假 又不对的 你又不知道嘛 因为你现在真的撤的时候 会升还是会跌呢 你敢不敢说呢 没有人说得出的 是吧 你问我 我也是猜的 是吧 我觉得呢 心理虚胁是最大的理由來的 那你唯有让他的虚胁一路惯了 跌了跌了跌了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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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到 平民上 这样就对了 我想习主席的指示大约都是这样的 那么多年高地亚政策已经到了尾声了 不可以靠了 裁赤都好你自己另外想了他不要再搞高地亚政策了 我猜是这样的 总的来说我反而欣赏这些冒失 至于拉住那些楼位的那些 很多人说把他推回来 让我可以买 卖炒 炒到炒就发败了 很多人炒了很发败的 当然很多人倒闭了 有人喜欢这样 但是作为整个社会的整体利益来说 应该把楼届反映现实平均 现在不是很反映现实 我觉得现在一直跌是反映现实 人在少 精英在走 吸引力又不好 前途又平 你不会有角度的精英来 再加上这些什么23条 连国内的黑钱都不来 这些东西总体加上 你的地产一定要走下坡 怎么也好 一路不行 有它不行 总要到了一个一个交叉位 那个位置就是它会定在这里 所有经济都是 跌到尾当然有个位置定在这里 股市跌到尾呢 升回一点 但我不敢说 当然我不知道 继续吧 但当它一万五千平了半年 就开始会上了 我觉得是这样 地产一样 所以现在可能已经 希望已经到了一个低位了 会不会再跌呢 你看看今年的完美风暴 完美风暴会不会出现 你要看完美风暴 各国会不会进一步 跟23条当然息息相关 我告诉你 所有的东西 表面一套 背后有一套 我很容易 我拿表面那套跟大家说 因为我跟你们看到的一样 这些资讯 但是要拆开这些资讯背后 会不会有另一套东西呢 会不会有一个不同的形势呢 正常的评论者应该有这个能力的 但是大多数评论者就没有这个能力 只是跟着民粹 人人吹嘘的那些 他就吹嘘 是吧 那我就要跳出这件事 我希望 因为不是问这些吹嘘自负的做法 是吧 无谓 我喜欢 是吧 畢竟都是三个学位知识分子 三个法律学位 一个哲学位的人 想探求那些真相的东西 是吧 就资论者吧 顺手说无谓东西 这样也拖到43分钟有2千人 太紧了 算是这样吧 是吧 好 OK吧 不有钱移民吧 大陆更坏 张议人以前很聪明的 一手楼直接跟发展商买 没错了 升即走 这些对了 走得快好世界 我就是怕这件事 茂波也是怕这件事 现在还捱着局面 拖着拖着拖着也还有 但是到你都好听不听 听这个投资失利的施老板 在国内被人掠了10亿的施老板说 撤 撤了的时候就跌 可能会有恐慌性的心态 再加上你知道这么多敌对的KOL 会有这些现象 摆明针对你一定不出声 应该说如果知道是针对我 我就要收声了 我就是觉得不是嘛 继续说吧 我可以猜错的 这个世界总有猜错的时刻 好了 闲话说完 多谢大家 明天继续 我无事都可以说这么长气 明天见啦